哇台南不得了 台南现在 有五成三也在三字头 好那我们来看到在价钱的部分 台北有四成都破了百万了 我们再来看其他都市 请老师跟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来看台北市之外的 其他的包括六都里头的桃园 新竹县市台中台南高雄 好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呢 桃园最主要的房价已经在三字头了 有将近四成都在三字头 那新竹县市呢 虽然我们一直听到 有什么六字头七字头的 我甚至还听过八字头的 不是真的假的 那新竹县市呢 虽然你会听到一些个案 六字头七字头 但是他主要的大部分的成交金额 仍然是在三十万左右 好台中也在三十万左右 哇台南不得了 台南现在有五成三也在三字头 台南过去是十几万的地方 所以他现在追上来了 所以你看台南现在 跟台中的价格越缩越近了 台南有五成三都在三字头 好高雄 高雄主要还是二字头多了 但是其实跟三字头已经不分宣制了 大概都分别有三成六三成七左右 好老师看到六都房价的变化 其实呢我们看到这是单价嘛 你如果持续算总价 在台湾一千万以下已经买不到房子啦 预售屋 中国我可能还买得到 我仔细算了一下 这很难呢 对这个现象就中南部来讲 因为公料双涨不会只涨北部啦 是全台湾的公料都一直涨 所以这部分有给建商跟市场一个理由 把价格垫到这么高 那再者就是 它也不可能涨破头 就是说大家的薪水没有涨 所以它只是回到一个可忍受的房价范围 这是可忍受的房价范围吗 也就是说如果以这样子的单价 比较三字头 那我现在基本上大家大概就是买三十几瓶嘛 因为小家庭嘛 三十几瓶加一个车位 其实现在是二十几瓶最好 对 小宅 三十二 二十八到三十二这样子 三十假设三十 对 那一瓶三十几万就大概九百多万 再加一个车位大概就在一千户头 那你八成的这个贷款 那本利滩的话 那你就大概就是每个月 这个已经是你的贷款的紧绷 就顶了 天花板就在那里了 所以其他的地方除非特殊的物件 否则你要再往上推 其实已经碰到顶了 碰到顶 但是回到台中 或者是这种大度费 或者是双北市 它才有机会去破那个价格 因为相对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对于未来上涨的预期 置产的方式 或者是保值 抗通膨 甚至你的薪水可能比较高 那这样子才有可能 让你的价格往上走 所以我感觉是中南部 中南部的房价 反映公量双涨 然后再反映这几年 所以老师意思是 中南部的房价 其实涨到这个位置 也不能说它不合理 但是已经差不多到了短线的天花板了 除非我们的整体薪资往上涨 否则它 我们退万不远 你看台南已经讲到跟台中差不多了 对 那是平均 因为台中都会区还是很大 因为它这个腹地太大 但是如果中心区的话 其实也台中的房价还是高 那是平均 其实最主要是 那么开口 咱们就看到它 我们在城下 不过 我们再提供 大